曹雪芹当年就是听着这首曲子写的《红楼梦》 北洋年间 北京以北 望人朱浅荣 火同日本人根本一郎 潜入太行山庄行凶 将尸门屠戮殆尽 并焚尸灭迹 之地李天然劫后余生 被邪和大夫亨德勒救下 并送往美国读书受训 15年后 李天然接到上级命令 回北平复仇 早年救下李天然的 除了亨德勒爸爸 还有一位蓝爸爸 辛亥元老蓝清风 七七事变前夕 他打点好山西老西子 南方小诸葛 准备在乱世中重建秩序 与写日记的常楷参分庭抗礼 而他要举的这杆旗 正是北平警察局局副朱浅荣 为了实现计划 蓝清风对朱浅荣恩威并食 先指点他姓了朱 并赠送一幅朱重疤画像 给爷儿俩合了个影 再从美国召回李天然 威胁朱浅荣干掉根本一郎 如此这般 一袭举起来 确保不失控 还能举国抗日 实在是高 至于蓝清风的政治主张 是共和立宪 还是君主立宪 咱弄不大清楚 也不必弄清楚 因为他下这盘20年的大旗 可不是为了在线发牌 而是想幕后操盘 李天然回到北京 化身小亨德勒大夫 入职协和医院妇产科 一边给唐凤仪打针 一边为关巧红置脚 还时不时飞身房顶 尾随朱浅荣叹其动向 得知李天然回国复仇 养父亨德勒大怒 他找蓝清风理论未果 遂筹化返回美国 并带走李天然 两人争吵之际 这才交代情友 蓝才是资助李天然的金主 而亨大夫 也是他养的挡箭牌 亨大夫 我们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影片从这开始 营造出双重气氛 屋檐以上是希望 新潮澎湃跃跃欲试 屋檐以下是奢望 支离破碎 身不由己 李天然在房顶跑酷 后来跟本一郎的刀和印 借着打针时机 把印盖在唐凤仪的屁股上 想以此给朱浅龙难堪 谁知朱浅龙和根本互通有无 将矛头对准了蓝清风 得房客亨德勒 根本要蓝清风杀掉亨大夫 朝见是交出绝密汉奸名单 接着是六国饭店开车大戏 名义上为亨大夫送刑 实际上也是为亨大夫送刑 送刑当晚 蓝清风谋杀亨德勒 将他推下城墙 伪装成自杀 蓝这一举动 目的有二 第一留下李天然 继续胁迫朱浅龙 第二换取汉奸名单 求得一齐合法性 可他这算盘打得太用力 像死去的亨德勒一样打个稀碎 朱浅龙铁了心当汉奸 直接将他软禁 根本将计就计 名单上干脆只写朱浅龙 李天然失去哼爸爸 又得一个蓝爸爸 维护蓝爸爸周全 继续在房顶穿梭 烧鸦片 杀汉奸 动静闹得越大 蓝爸爸越安全 除此之外 还和关巧红谈情 跟唐凤一说爱 最后用成长代替情欲 打算将复仇进行到底 七七事变爆发 蓝清风计划落空 只能在最后关头找回一丝颜面 他佯装妥协 帮朱浅龙根本制定作战计划 一举除掉李天然 日军进城之前 东宇迎来复仇戏幕 唐凤仪报信 关巧红协助 李天然徒手战胜根本一郎 再与师兄朱浅龙博命庭院 精彩的战斗过后 李天然成功复仇 接着搭救蓝清风 护送张将军 为抗日救国 拉开序幕 太阳照常升起之后 姜文在影片结构上 没怎么下过功夫 似乎证明了能力 就不必重复自己 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 桌面上情节易懂 桌面下暗潮涌动 并不满足只讲一个故事 邪不压正作为民国三部曲完结片 同样延续这种风格 以往认知的特殊结构 是昆丁和成尔的章节叙事 盖里奇和诺兰的神奇简介 民国三部曲的结构 则呈现扁平画 故事简单 场景华丽 人物关系复杂 隐喻荒诞 台词顶真 这一切仿佛画油画 为电影图上一层又一层颜料 等多个故事粘合起来 就成了过去穿的千层底 接下来扒一扒斜不压正 看看到底有几层故事 复仇故事 李天然目睹七师灭祖 他在众人帮助下 杀了师兄朱浅龙和日本特务根本一郎 一头一尾两处高潮 复仇得手 大快人心 抗日故事 日本人在太行山庄种植鸦片 为侵略筹备资金 齐齐事变 举兵来犯 蓝清风自助亨得了李天然 不排抗日大局 虽然计划与交易双双失败 但最后成功营救张子忠 爱情故事 红玫瑰唐凤仪 白玫瑰观巧红 不约而同爱上李天然 一个顾及他安慰 一个鞭策他成长 一个抚摸他身体 一个雕琢他灵魂 大萨蜜和金国红颜同是爱上一个男人 是问哪个男人不激 不感动 内战故事 一个师父教的 破不了招啊 后有些四五年重庆谈判的架势 日本人被打颓之后 就剩下扔枪玩命了 朱浅龙还利用植物之辩 污名化李天然 让他化身小狗 跪在师父脚下 把历史教材改成这样 谁还知道真相 外交故事 李天然前后有三个爸爸 师父 亨得勒和蓝爸爸 师父是传统爸爸 亨得勒是美国爸爸 蓝清风是革命家爸爸 若国无外交 只能认爸爸 却从没有亲爸爸 听起来像是伦理玩笑 但内心深处 没准确实有个爹 代理人故事 蓝清风布局启示 有意让朱浅龙和根本反目 表面操控前台小丑 暗地里促成民心所向 而他布局的关键在于李天然 还说自己是普通人 不会飞檐走壁 所以不能轻易下场 此间策略正如代理人战争 就算输了 也只是掉几颗牙齿 轻轻一扒 就扒下好几层 要是一般创作者 恐怕会乱成一锅粥 这也是江文电影耐看 经得住时间见证的原因 除过多层叙事 还有暗藏玄机的台词 荒诞反讽的场景 也会让人心生联想 举两个例子 本来不想多思量 但仔细一想 江文扇埋时间线索 比如让子弹飞里 俄成的税收到了犀利2010年 电影正好上映 蓝清风被弃进小黑屋 可谓度日如年 度过五天之后 交出个计划 而执行这个计划 意义仅在于失控 这种计划 要是来上那么十几个 那还不彻底失控 小亨大夫入职 对着梁启超的右肾宣誓 协和院长坦诚说 咫尺近忽悠 此间场景看似玩笑 没想到是真事 那个年月在中国 一个最有学识的人 让一个医术最高明的人 给活活治死了 这个小桥段可有可无 但时代的荒诞感 跃然眼前时 没人觉得他多余 更有趣的是 在这片土地上 荒诞的生命力 远比正常要顽强 好比中西一结合 聊笑好 一边大臣 一边虚然失忆 一边大臣 一边虚然失忆 太爷看哪 我看哪 一不知谣理 完颜应向马走日求婚 马走日说 我还是个孩子 看似很幽默的台词 也是拒绝结婚的托词 或是害怕结婚的原因 放在现实场景中 用这句词来应对催婚 绝对算得上正当理由 江文电影的台词 一直是特殊存在 不仅改变语言习惯 还能传达观点 于电影本身而言 提起某句台词 便能想到那个人物 比如大哥大嫂过年好 和站着把钱挣了等等 既然台词能代表人物 我们就用台词来分析人物 或据同趣的台词设计 拖穿朱浅龙的行为 也掩盖他的算计 支出同门的李天然和朱浅龙 虽然让人沉浸在幽默之中 但又不得不思考这种微妙关系 小到人与人 大到国与国都是这样 越是针锋相对 越向小孩子过家讲 这句台词脱口 影院笑声一片 但依然让人感到恐惧 廖凡塑造的朱浅龙 搞笑与邪恶急于一身 虽说是大反派 他确实幽默于演技担当 但演技这东西 用文字很难形容 只能借助视听去欣赏 单靠我叙述的话 那就不像了太爷 演员江文 演艺蓝清风的复杂 假作真时真一假 真作假时假一真 不愧住在曹雪芹 写《红楼梦》的屋子 兴许某时某刻 他待看房梁时 体会过甄世尹和贾雨村的命运 甄世尹去贾雨村炎 也暗藏着他的命运走向 樊清风出身显赫 坐拥皇城 前半生致力于推翻旧秩序 后半生致力于建立新秩序 1912年清帝退位 中国建立东亚第一个共和国 短短三年后 袁世凯红宪称帝 两年后又赶上张勋复辟 这一年正是1917年 他计划下一盘大旗 至于下大旗的原因 或许是他亲手打碎了花瓶 想再把他拼装复原 简单说就是悔不当初 可形势比人强 他用20年摆好棋子 棋盘和规则 却早已天翻地覆 影片中他身处困局 压着速度等待抉择 撕心裂肺 泪流满面 最后回望李天然脱身 欣慰中唯有几分悲凉 天赐大恨 怎么听都不像人话 这么拧巴的逻辑 要从朱显龙说起 15年前他经高人指点 找回血脉改做朱姓 还说我不是原来的我 这个高人可能正是蓝清风 而蓝为了计划顺利 又阻止李天然复仇 由此看来 李天然的天赐大恨 不过是爹赐大恨 这不就是当代人的处境吗 祖辈父辈只管生养 扔给后省一个烂摊子 拍拍屁股说 听我的 你还年轻 邪不压正的故事和节奏 都称得上精彩 奈何口碑两极化严重 可能正是因为李天然这个角色 他有年轻人的炙热活力 也有年轻人的鲁莽轻信 喊了两个小时复仇而不得 看到最后才发现 他不是什么Bruce Lee 只是一个需要成长的孩子 他对身份的怀疑 对信念的困惑 正是影射荧幕外的观众 试问谁能看着自己 花两个小时在那蜕变 简直没眼睛看 当他得知被蓝爸爸利用 说我来帮你下棋 终究完成自我认同 打算自己收拾烂摊子 能怎么着呢 摊上了 就往开了响呗 北京西安和南京三处名城墙 每当锐血纷飞 急目远眺 似乎能看到几百年前的景象 可大多横平树枝 棱角分明的城墙 都是八十年代翻修的产物 除了古风之外 还有种苏联巨物的压迫感 电影里大雪覆盖的北平城 虽然年久失修 破败不堪 但人情味十足 这黄城墙怎么给拆了 这有人买就有人卖 有人卖就有人拆呗 曾德勒一个美国佬 操着一口北京话 说出江文的考究 北京并不是解放后才开始拆的 民国也没少拆 我的想法是 有人买就有人拆 说明大家知道这是好东西 不见得拆走了就会消失 可解放后被拆掉的北京城 真的是 凶途末路啊 以下内容摘自甲骨文图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梁思成夫妇为保护古城文物 有过许多积极的作为 他们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门委托 编制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幕 于1949年三月成书 其中第一项文物便是北平城全部 并且标注 这届现存最完整 最伟大之中古都市 全部为一整个设计 对称云旗 气魄之大 举世无匹 但是自1952年古城开始被拆除 梁思成给周恩来写过多封信件 并最终得到召见 据说 会面持续了两个小时 周恩来双臂抱在胸前 耐心地听他讲述 他极富失意地向总理描绘 府城门帝王庙牌楼 在太阳渐渐沉默西山时的美丽画面 周恩来没有正面发表意见 只是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李商隐的诗句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看似对旧事物的缅怀 实则是对新发展的期待 以及盲目自信 仔细想想 半个多世纪了 这样的心态 时下依然大行其道 不管怎样 邪不压正造梦般 复原了侠隐中的老北京 而我们也算进过京了 江文作品往往能从历史事件和人物身上 洞察出很多共同点 再加以雕琢和整理 比如改变人物关系 推敲人物台词 删除指带信息 添加含糊意象等等 最终发现处处都是隐射 放置任何时代皆准 某种意义上 这种创作形式只为解读而生 哪怕是过分解读 民国三部曲虽然没有连贯性 但所讨论的问题 却有着某种关联 从民国建立到北伐战争 整个北洋时期 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权力真空 信仰崩塌的状态 仿佛一辆急迟的巴士 汽车无人驾驶 乘客手足无措 取而代之的 是俄成当官的张麻子 妄图称帝的朱浅龙 以及不写日记的蓝青峰 北洋这个词 在江文眼里 代表着无序 荒诞和反讽 更代表希望破碎的时代 其实江文在访谈中提到过 三部曲从来不是拍民国 而是拍眼下的生活 电影不过是生活的外号而已 哈姆雷特是外号 邪不压正 也是外号 如果再深究一点 江文善于探讨 种子和土壤的难题 他曾对毛做出评价说 种子之所以扭曲风涨 正因它无法战胜土壤 土壤和种子狭义上讲 是上一代和下一代 或展开来 便是传统与现代 愚昧与文明 江文认为 传统就是过去的活法 大部分的传统是要不得的 还对传统土壤做了区分 糟糕的叫传统 精华的叫传奇 翻译翻译 传统这片严谨地里 长不出现代文明 邪不压正的故事 正是脱胎于传统的传奇 电影中的种子与土壤 正是儿子李天然 和爸爸蓝清风 蓝清风退场时所说的话 恰如民国三部曲的点睛之笔 将成长的希望 交给了新一代的种子 关于人 江文好像总有个问题 自己叙述的 旁人定义的 被逼成为的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他说邪不压正理的人物 都有自觉性 但拥有自觉 不代表有选择 反而有可能更痛苦 这也是中国人的困境 很多事说了也没人听 于是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对生活没招 于是江文选择创造故事 在电影里完成逃离 王家卫也在一代宗师中 借叶问之口说过 最难跨越的是生活 他们作为成功的艺术家 和知识分子尚且如此 平凡人又当如何 你知道你要干什么 我很知道我要干什么 知道吗 知道 你真的知道吗 真的知道 看着我 时间不等人哪 走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